I told Microsoft and frankly others if they want to do it If they make a deal for TikTok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最后通牒 TikTok必须在9月15号前出售美国业务 否则就会被禁止 而最有潜力的买家微软 也传出即将以300亿美元天价收购 到底TikTok对微软而言有什么意义 微软这次是捡到便宜了吗 TikTok这几年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APP 变成全球下载量最高的APP 那只要收购了TikTok 微软就可以进攻社交媒体市场 即身成为YouTube Facebook等等的强大竞争对手 前途更不用说了 此外收购TikTok的话 微软这一个老牌企业也可以趋向更年轻化 而且提供一个可以直接了解 和掌握数百万年轻人数据的渠道 但也有分析说 微软的这次收购其实是一场赌局 怎么说呢 第一微软是社交媒体市场的菜鸟 它在收购之后要怎么经营是一大挑战 第二TikTok之所以会让人上瘾 是因为字节跳动公司有一个秘密武器 叫做Page4U这个影片推荐页面的算法 用户的每次滑动点击和观看 都会被传输到一个巨大的全球数据库 然后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和兴趣 来精准的筛选出影片推荐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看得想停也停不下来 但问题就来了TikTok也有可能不把这个算法给卖出去 那么微软就要从零开始重建这个核心技术 或者只根据美国的用户数据库来计算 不过精准度有差的话 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锁定这个用户的兴趣 然后让他们上瘾 这样的话微软就有可能面临流失大量用户的风险了 不过如果TikTok真的出售美国的业务 也会产生一些后续影响 其他对TikTok虎视眈眈的国家 很有可能就会效仿美国 以国家安全受威胁的理由收购TikTok 例如澳洲 最近就已经开始对TikTok的安全性展开调查 到时候TikTok恐怕会一出售成千股坑呢 那无论如何这笔交易到底谈不谈得妥 还是一个未知数 最终TikTok会否同意出售业务 还是直接就退出美国市场一拍两散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